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节目 中国曾经十分的落后 结果被哥哥列强入侵 建立新政权后还是留下了许多遗留问题 澳门 香港因此建立了特别行政区 留下了许多的自治权利 不过中国其实还有一个特别行政区 但大多数的中国人应该都没有听说过 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沃龙特别行政区 这是一个不大的地方 辖区人数也大概只有数万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不亲眼的地方 却在上世纪被国家批准成立了特别行政区 不过许多人都对此有些疑问 为什么会在这里建立一个特别的地方 其实这是因为沃龙行政区不是为了经济的发展 而是为了环境的保护与研究 当地的环境很好 也是大熊猫的主要生长地区 沃龙大熊猫繁育基地就坐落于此地 在以前 大熊猫一度面临灭绝的危险 为了大熊猫的服刑工作 也为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完善 国务院遂批准再次建设行政区 但是当地令人尴尬的一点是 虽然名为特别行政区 但是这里只有环境方面可以达到自治 剩下的还是归四川政府管辖 所以这对当地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难度 这或许也是沃龙行政区不如澳门 香港出名的原因之一 不过 国家在近几年已经加大了对此地的投入 在不久的将来 或许这里能发达兴旺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和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